再过二十几天就要收割了 但是复理箱的东竹村 有机稻田区 却传来农民无奈的心声 因为这几天发现 靠近山边的稻田区 出现了一大片稻米枯掉 甚至是空包蛋 复理箱农会以及乡公所农业客 县政府动植物防疫所等相关单位 也都到现场来查看 一看是不得了了 情况严重 稻农表示 因为有机稻田 无法向冠行农法使用农药 将病虫害杀死 只能够使用较为温和的制裁 病虫害根本就无法杀死 导致稻田区严重的黑掉 现在不管程度如何 农民还是会持续的 施打农会补助的制裁 让伤害可以降至最低 原本应该是金黄色稻碎 竟然变成枯黄一片 无奈的农民自我挖苦 因为即将收成的稻作 被贺飞师严重侵袭 今年比较严重 今年的话也比较早 它比较早发生 对比较早发生 往年的话没有这么早 没有这么早 今年是在要说歌了 好歌了 它才来 今年不是 今年你正在出的时候 它就来了 所以就才会有这个问题 百般无奈还是得面对 被虫害的稻田区 稻株在短期内迅速枯萎 俗称失烧 普里乡农会 以及相公所农业客 县政府动植防御所等相关单位 也都到现场查看 还是呼吁盗农依然提高警觉 把握时机进行防治 而且说我们物理的 这个这一次的病害 主要是白贝飞师 还有贺飞师 还有一个电光夜产 它有三种虫 同时在这里怀变 然后同时在这里 侵害我们的运气到点 所以我们经过改良厂 跟我们的防疫所 双边共同来研究了之后 就是推荐我们说 今天是不是我们来试试 看一看一个新的 一个开发的 一个生物防治界 是我们的那个 骨链造检 然后我们来做防治 我们比较帮助的部分 就是说在天然 在那个水稻保险的部分 它是有把病虫害的部分 有纳入进去 对那如果说 有达到保险公司 他们的一个 救助的一个标准的话 这是会启动的 不过豆农也说 有机体验区的用药制裁 是以驱赶虫无害为主 无法将它杀死 所以用药方面 会持续用适合的资裁来加强 我只是把这块田 赶到另外一块田 可是它喷的时候 它又把它的虫 又赶回来这边 赶来赶去而已 它不会死 或者讲到喷了 没有什么效果 不是没有喷的话 你就没有好割 在过二十几天 就要收割了 但是不理乡的东竹村 有机稻田区 却传来农民的无奈心声 现在不管程度如何 农民还是会持续施打 农会补助的资裁 让伤害降到最低 聚酒高雄雄 布里香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